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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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来说是2015年来到广州发展的 我本身是科大毕业 然后从事IP行业 现在在广州藏业都是第七年 VR其实你第一次体验的时候 真的会被登京到的 可能这是一个未来的引机交互的方向 所以我当时就在南北 其实这个新技术 现在都在内地好像没有太多人做 有没有可能我找到一些机会 所以当时我打算找这个技术 来尝试一下开图有不同的场景 因为当时VR的很多场景 其实是用在子丹馆里面 有些人知道我们做VR 开始问我们 那你在做子丹馆里面 你帮我们定制一些VR的体验 可以不可以 那我就觉得可以 那进了VR的体验之后 说一下说一下之后 要慢慢的VR 然后也要要传织 和不同的互动体验的设计 慢慢都开始做起 我们本身的软硬员的方面 也有少少能力 很自然進入整個展覽展示的市場 我覺得元宇宙基本上是我們這些 做TRA相關公司的一個戲機 基本上我都會將元宇宙做為一個公司發展的主題 我們是否一個商業展示的元宇宙 我們是否可以在我們的元宇宙 可以讓不同的用戶在一面好好 用一個新的體驗去了解公司 這個我覺得做在設計之中大家還在研究 達灣區這個概念對於我來說是很喜歡的 因為我以前會看的時候 可能香港是一個市場 內地是一個市場 但是達灣區呢 我覺得令到我覺得 其實港澳加上是廣東上 其實是不會分開的 你應該由一個整個灣區的視野 來思考整個市的報告 達灣區裡面我覺得未來的一個發展 以我們這個為例 我們現在基本上住在一個香港的特產品牌 然後都會在香港來主要做一個市場的開拓 面向海外 但是我們的開發是在廣州 然後我們的生產可能是在佛山 在雲埔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扁認的 一個達灣區項目 就是有幾個城市的比較好的夥伴 然後大家結合在一起 然後做到一件事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未來達灣區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就是用回香港的一些很好的條件 它品牌的海外出海的能力 可能是它金融的很平息 接著可能是深圳、廣州的開發人才 接著可能是佛山、東莞、惠州、中山 就是這邊的一些製造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未來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讓這個城市大家綁在一起 一起做一件事出來 我一直覺得應該算是典型的大灣區青年 所以我之前也試過在香港 可能是睡醒覺 接著去去新城吃早餐 接著來廣州開會 過中山吃飯 接著再 最後睡在珠海 第二天去澳門 其實這些情況 就令到我覺得 可能很多時候沒有什麼感覺到 我是長住哪裏 基本上因為我們的客人 全部都是在廣東出生角這邊 所以基本上我們由藍沙這邊出發 應該一個小時之內都可以 去到我們大多數的項目 所以這個也是很方便